不知是否归宁那日 在莲峰殿里 同兰站一起被迫作戏 硬是折腾 一番出热汗扑着 了风 还是本就时节不济 早晚微凉 总爱落雨 让阿英本就呕血 导致虚弱的身子骨 在回府当夜 才安寝后 没多久就呼得发起了高热 接连几天 烧得全身发红 虚人整夜 盯着擦身降温 伺候着 换掉汗湿的礼衣 阿英在烧得最为厉害的时段 还不忘伸手推剧 蓝湛 坚称自己身体无碍 闹腾着让她回自己的主愿 嘴巴里絮絮叨叨地来回念着呢 日写了很多遍的《负责中无善宠》的段落 更甚至敬 还有些想念 急了母妃 要和天上母妃早相聚的病中一语 吓得三三端要完的手都只打晃 总是在喂药的时候 被阿英贤苦给推掉 每次一碗药也就大多 只能进口三分之一 蓝湛健壮直接将人连扯带抱地带回了自己主愿 把人直接按在床榻上 口对口的把药都强度进阿英嘴里 俯身压着阴烧迷糊还乱动的四肢 直到药里安神散热地笑 力挥发上来 怀里育人消停下来睡沉了 才轻轻松开它 让春桃和燕梨寻来干爽的 礼衣再给换上 如此反复几次 财中室完全退了热 也不再一语折腾了 等到阿英自己在睡足转醒 迷糊中揉双眸的时候 发现四周皆是一片白茫茫 云睁雾绕 朦胧的娇纱维漫 层层叠叠 自己静止身着了小衣和泻裤 周身暖洋洋的泡在热汤池里 鼻尖还能闻到一丝丝缕缕的药香 小香猪终于醒了 身后传来温情默默的声音 何时府内还有这个汤池子 阿英舒服地眯着双眸 浑身懒洋洋的 迎你入府前 就吩咐下面让苗头开凿了 这才弄好 现下你就是那头锅的好 汤 兰湛方才趁阿英还睡着 直接把人抱进池子里尽药雨 缓解寒毒的效果应是比 木制玉桶更好些 多谢 阿英大致能想起来 这几天稍迷糊的时候 是怎么卯足劲折腾的 一 定是三三他们实在搞不定他 蓝湛才带他回主院的 你我之间 何须言谢 蓝湛放下手中的公式折子 起身帮他拿春桃才煎好 得要汤 俯身就要喂他 别对本君太上心 当心玩物丧志 阿英不让蓝湛味 抬手接过药碗 自己 慢慢喝 良药苦口 良化尽心 亏欠得越多 他越还不起 玩物丧志 其质太小 制大者当以玩物养志 借养志以专情 边说边伸手 直辅了抚育人唇边的药字 蓝湛眸光幽深地盯着池子里喝药的玉人 湿衣紧贴 优美曲线皆扮演在漂浮 于池面药材与花瓣之中 阴雨水气在皮肤上凝结成珠 成群结对地随着仰头的姿态从 纳玉白的脖嗝滚落下来 低进池子 也低进蓝湛的心海 欲念刹那间视魂消骨 妄想揉碎在怀 于玉人坐气喘急之时猛地将其抛入酒 消云端 或许周王帝心当年也是如此沉沦丧志的吧 蓝湛暗念几句清心诀 用后部筋果抱着阿英出了汤池子 安置在一旁的暖榻 上 将玉人发丝和身上水分都吸干 重新换上干爽的小衣 把剩下的衣物都放在阿英身旁 垂谋吩咐春桃稍后为曼里伺候阿英舒喜 转身便要离开 哪去 阿英扯衣角 瞧着蓝湛神色微妙 艳客 殿下时都好了 就出席见人 蓝湛给他把头发都拢好 用发带寄妥 铁 便静止出了汤污 春桃笑着过来 继续事后穿衣洗漱 阿英本能觉得心里毛毛的 昏昏噩噩睡了好 歇天 现在才清醒松快一些 他一个妾室要陪着艳难门子客 渊政王府主愿 观山阁 茶室 乐在其中 苦在茶外 谢允逍遥自在的品茶 乔卓手上这桩茶的杯子 肾 是古朴雅致 乃上上品 他清早朝会散了后 直接窜入蓝湛的马车 一并回了渊政王府 不仅蹭了车环 蹭了早膳 这会儿又蹭了齐和湘明 旨在三子 败局已现 你输了 蓝湛冷冰冰的提示 把指尖家的棋子放回 玉石其楼里 端杯品茶 瞧这杀心重的 连笔茶都苦 谢允端着茶杯细细品味 虽苦但有回甘 邪 这眼睛瞄了瞄 在屋外用肉干上下晃动 逗弄鹰 还被鹰的翅膀扇得 发丝微乱得三三 心 李安乐 亦有所指道 莫非是想吃没吃到 还是人家就不愿给 本王要的 何时抓不住 蓝湛重新开了一局棋 是套住了 抓牢了 成日里千藤百宠地纵着 可人家依旧忽冷忽热不给 心 谢允笑着野鱼 往棋盘上置了一字 本王行事 一向言必行 行必果 他一日不给心 本王便等一日 果真为女子 与小人难养也 你那粉雕玉器的小人 可是手段了得 且有法子 熬你呢 谢允笑得一脸狐狸样 同是双生子 他小美人三三 可比他那莲藕精兄长 强 虽说平日性子辣人了点 可他上却绝对风情无限 乃次不是让他酒足饭饱 欲语 欲求 再难熬 也是本王行过婚礼 亲自下马报禁符的 可比登徒子偷香妾欲来的正 大光明 蓝湛凉凉地撇了谢允一眼 不留情地在棋盘上 吃了他好几次 谢允善笑 被蓝湛一语戳中要害 他的小美人 之前同他千好万好 也不哪天知着了什么魔 宫里宫外的 一直闹着跟他断了 如今哪可能由着他去 本王的小舅子 自是金贵无匹 可醒着神 莫让人真的瞧见你寻花醉酒 小 舅子提见披拟的时候 本王的御人 可是爱看打戏 就请安平王多多坚持几个回合 让御人多乐乐 本王那不是都为了谍报 这事也有你一份吧 谢允瞪 新婚了不起 啊 隔应人不偿命 怎地提前归神兜了 蓝湛不再激谢允 冷静发问 自是想我的美人儿了 谢允一口喝掉手里的香茶 神态恢复正经 本王都办的边营军需仓库储粮没变 一次冲好的案子 有些眉目了 人和物证已遣人 都压在刑部大牢了 眼睛都盯着 尤其是陛下 让他刑部也不敢懈怠 蓝湛挑眉 指尖一 挑 棋盘上便多了一字 直接打掉了方才谢允的一颗 以为你我罗刹头闲吃素的 随便塞了自家女儿 给你做那提不上名号的小 妾 自以为能做个翻天老丈人 在你眼皮子底下 捣鬼吃红利 要知晓 这君须良 作假可是 杀头大罪 借得提点刑部口供证词 皆如实暗章成办事 本王自有法子摘清自己 蓝湛 把一早备好的折子 甩给对面的谢允 叮嘱他 抽时间 承交给刑部大牢 黑眉完了是吧 下哪儿你赌哪儿 谢允没抬头 一心多用 大半心思在 眼前棋局上 稍稍抬手接了折子 直接往怀里一揣 默契非常 事事如棋局局心 蓝湛品茶 手指轻点脆欲棋盘 时局者生 破局者存 掌局者赢 谢允心下了然 君须良或许只是个引子 罢了 虽说病去如抽丝 他究竟还要酣睡多久 这都日上三干了 别家府里的人 花多绣完了 方才转醒了 这会儿应正梳洗 就算再睡睡 又何妨 本王的育人 焦点 而反倒好痒 蓝湛脸色定的板正 一脸理所应当 则 谢允瞧着蓝湛这户短的神态 怪不得那脸藕竟能把他算计得死死的 与此同时 阿英以穿戴妥当 须着眼眸 一边打哈欠 一边游着春桃引着他往茶 是走去 睡了这些天 还是有些困倦 总想闭谋养神 才刚步入观山阁的院中就听见 一声苍蝇的尖笑 不断盘旋在他头顶的上空 定睛一看 阿英顿时乐呵起来 是追日来了 追日下来 抬起胳膊 等着他降落 小金珠舍得醒了 方才三三一直同追日在院子里玩闹 他正思虑着要不要 去屋里 瞧瞧他兄长是否转醒 坏心的 怎地又拔追日的羽毛 阿英瞧着三三手上的鹰鱼 心疼地摸摸手 闭上落着的追日 这叫追日的小鹰是他们远在西思城的舅舅 北堂默然地坐下爱宠 以 前眉少帮他们送信 一来二去的已经很熟悉了 虽是翱翔九天微风凛凛的鹰 可是鹊 很亲他和三三 任摸任抱的都无怨言 那可是用肉条换的 不白拿三三乐 鹰鱼可以给他做些小玩意儿玩 故 而他老骗追日的鹰鱼 偏旧每次都有歪理 熊鹰哪有吐吐的 毛毫完了 当心舅舅杀过来修理 你 求之不得 三三心里打着小算盘 若是舅舅杀过来 让他谢眉眉再能耐也 不敢拦着他 同舅舅走 信呢 阿英伸手问三三讨 追日没有空手来的时候 都会带些什么给他们 三三用眼神示意阿英 现在茶室呢 伸手就接过追日 要继续耗毛 惹得追日 不停扇翅膀扑腾 抗议三三的欺负 谢允坐在茶室里品茶 呼得听见雄鹰的鸣叫 才一侧身抬眸 就瞧见了这一出窗 外骑警 这应从他和兰湛散潮回府的路上 一直跟着他们的马车 在空中盘旋 跟到兰湛的观山阁院子里 一直不肯降落 直到三三过来 要去屋里照顾他兄长的时候 才吐的 俯冲下来 落在三三肩头 冲蓝湛和谢允威胁的鸣叫几声 被三三揉了一顿后 便乖巧 了 还是依旧不肯让天前上前 真是奇景 谢允瞧着十分有趣 这应不仅能认主 还能分别出天前 帝昆 看来也只亲近那对帝昆双生子罢了 招来山鸟闹 惊破睡中天 阿英推门踏入茶室 本君倒是谁来造访 原 来是花明昭著的谢狐狸 谢允瞧着眼前 姗姗来迟的九皇子公子英 暗叹好一副绝美模样 水光恋艳的锐 凤眼 一喜一称 虽都不是第一次相见 但还是美美惊叹 双生子二人生得如同赵静 子般一模一样 若是她的宝贝三三 也去掉了那线体风学的娇真 应也是这副风华绝代 的气韵神态吧 表嫂 别来无恙 今日一剑依旧风采夺目 谢允起身拱手见礼 安平王谬赞了 本君如今王府切位杭六 当不起王爷口中 一句正是主君般的称 呼 阿英自顾自得 坐在其桌一旁的圈椅上 抬手接过春桃 给她倒好的茶 暖在手 礼 三三乐呵呵抱着追日 靠在一旁门框上看好戏 估计谢眉眉要惨 她兄长可有 起床气 是不定性发泄那种 谢允笑弯弯的桃花眼眸里 暗藏锐利锋芒 被公子英拿话噎着 也不见脑 倒是有 些颇为欣赏 这位水光好面皮的玉样莲藕精 只是这偶心里 全是四通八达的心眼儿子 才轻飘飘几句话 就打敲打了他们一圈人 这时愿她吵 愿三三皮 还愿蓝湛妾士成 群 就凭着我这冷情冷面的表哥 居然能自己撒出去 这片宠妾士的名头 咱这胜表 扫就应当的起 谢允瞧着蓝湛望着阿英的专注模样 心里嘖嘖暗叹 天作之和也不 过如此 罗刹佩达几也是传奇了 阿英也不接话 微微探身 瞧了瞧面前还未下完的棋局 靠向谢允出预棋楼里 夹起一子 替谢允往棋盘上制出了一步棋 蓝湛和谢允纷纷挑眉 这一子落下 静大改之前 谢允一直在棋盘上被蓝湛追打 的局面 甚至替谢允胜了蓝湛半子 嘿 谢允顿时大乐 这位表嫂真真是位妙人 蓝湛宠溺地抚了抚育人额前的发丝 身子感觉如何 可要摆扇 线下就摆吧 可别饿着 咱这位罗刹表弟 阿英笑着野鱼 从一旁查案上拿起追日送来的信件 牛皮脂肪潮 火漆封口宝 蜜 捏起来还有些许厚度 这封口图文是默染舅舅独有的 三三放开追日 让他自己去院子玩 以往的书信为了避嫌 不会明着露出西思成嫡系的印信 看来舅舅已经是西思成新一届的 成主了 老一辈的守旧派终失败了 阿英用小刀把封印挑开 从牛皮信封里面 拿出了厚厚一叠大额银票存单 姑母 这约超千两斤不值 只要去神兜任何票号都能直接兑换 还有舅舅亲笔书信 满指尽 是对他与三三思念之情 甚至还恭贺了阿英新婚大喜 愿他们千万珍重保全自己 若 未来蓝战胆敢反水 或用情不转 立刻便会有人前往接应双生子二人 回西思城内 指尖虽短 情意却长 一文一字催人断肠 就在兄弟俩伤感失神的时候 春桃将刚才一起同信件展开时掉落的纸页拾起来地 给到阿英手里 这时 阿英展开了一张绘制精巧的小地图 和两张地气模样的凭证 四人一同围在桌边研究 卸云眼尖 瞧出端倪 这是张地形矿脉堪于图 蓝战盯着上面脉络文案 先说出了自己的推断 这两张是矿山持有的契约凭证 瞧着城主已经签过印信了 只要你俩一签署 就算立即生效 谢允惊讶 咱这位舅舅可了不得 合着嫁妆是兄弟俩一人一座矿 山 什么 阿英和三三满脸震惊 燕离恰巧此时进门通传开燕的消息 看着屋子里表情各异的四人 也是一愣 神 立刻眼神询问春桃发生何事 春桃笑着躲帕子后面 给燕离咬耳朵 说两位殿下 被那从天而降的大山压傻了 天空成壁 仙云不染 正午 观山阁 会客厅 燕离将宴席张罗得很是得体 未显得过于铺张 可却处处透出精致可人 尹德 阿英都比以往多吃了几口 谁道知音不可教 推杯换展且逍遥 谢允又抬杯敬了阿英一杯酒 立刻遭到 蓝湛冰冷视线的追击 阿英笑着仰头又回了一杯 把酒杯倒扣在桌面上 表示不胜酒力 三三怕阿英多喝会不舒坦 在餐桌的遮掩下暗自踢了谢允 眼神警告她适可 而直却连连遭到谢允调戏似的 抚摸她那仙长小腿 蓝湛给阿英擦擦嘴角 把春桃备好的 行酒汤递给她 稍微用点 饮酒一伤 喂 嗯 阿英平时常服药 就甚少饮酒 偶尔摊杯 总免不了头晕脑胀 还犯饿 心 如此量浅 总不能喝仅酒一杯就到吧 谢允调笑 手里还捏着酒杯 晃悠 这里面琥珀色的酒叶 巧了不是 那切理智 恰好无需饮那喝仅酒 阿英凤木 邪逆身旁的蓝 站 蝶子里很快便多了块桂花甜高 讨她欢心 表嫂怎地如此自欠 哪个高门府里迎回的妾室 能有如此规模 仿若正是嫡妻 一般 送驾车马出正宫门 红愁满天 亲王下马 亲自领入王府走正门 居中院 赐回 宫归宁 赐归宁 烧完点就赐掉我哥一条命 三三一脸厌弃的神态 要不是凶 常护着她 非要她装病躲避 也能当下宫内 一同捞兄长一把 明明清晨出门 好端端的 晚上回来脸霎白的 像宣纸一般 身上还带有伤 半夜里高热惊觉 还望雨 简直下飞 她半条命 吃个甜高 莫气恼 爱应抬手 给三三嘴巴塞上一块 三三瞪圆眼眸 气呼呼咬了口甜高 兄长总把她当小孩子 明明就比她早生出 来半盏茶 一到关键时刻 就总用好吃的糊弄她 说到这理智的问题 表嫂病中 还发生件去事 说来听听 阿英挥手 让燕里潜人 把空碗碟都撤了 屋子里 无需再留多余 的婢女 谢雨用帕子 敬了敬手 这些日蓝战 忙着照顾表嫂 便告了几天假 这里不侍郎 梅艳丽趁机在朝会大殿内 当场上奏折 在陛下面前 参了咱渊政王一本 折中言辞早 早 引经据典 将渊政王私自于举 接亲一仗过于奢靡 为尊礼制 明明是迎娶酒店 下入府为妾 应当遵循述出子婚嫁礼仪 却妄自采用 近乎全套嫡妻规格迎娶 实在有 被礼法礼制 本殿也听着这个消息了 说是皇兄大怒 当时就将礼部侍郎罚奉半年 让滚 回去闭门私过了 三三也喝了些醒酒汤 想起来之前暗卫回她的消息 这折子 本王瞧过了 让陛下恼怒的 不是迎娶与举的问题 毕竟陛下私议里也 有意要拿宣扬或兴出嫁的事情做靶子 这婚事办得越大越顺盛意 蓝战唇角勾出衣 私不屑 让陛下恼怒的是其中的八个字 非敌非掌 与礼不合 谢允孝的意味深长 阿英立刻就明了其中所藏意味 他这位皇兄也是心机深沉之人 原本他那便宜 父皇还在时 这位皇兄排行第四 并非当时皇后的嫡出 只是为昭仪所生 寄养在皇 后名下受教养着 明正暗斗这些年 如今地位已荣登九五至尊 自然是听不得这八个字 才罚了半年俸禄 简直美翻了他 礼部这眉眼力的 真是一双眸子当了窟窿 是 静都用作出气了 他难道不自知 他族中梅家老宅 亭台楼阁 苗金画栋 堪比王 侯志士 翠玉茶案 宝珠床慢 院中姬妾成群 三三撇嘴干笑着说道 舔着脸当面 参奏什么与礼不合的问题 须知打铁 也要自身硬把 谢允民嘴偷乐 又饮爸一杯佳酿 暗自叹息 小美人这张辣椒小嘴 真是惹人 恋爱得紧 饶有兴慰的是 他没加那个前缘二郎 以前可是常妄想着 迎娶表嫂和三三 做那平步青云 左拥右抱的皇亲国妻 三番五次递折请愿呢 在表哥眼皮子底下同臂下 讨人 猖狂坏了 谢允虽唇边笑意严严 可眼眸 却以忧生会暗 凡是敢出言不逊 折辱他美人 三三的人 谢允不介意 让他仔细深入了解一下 罗刹亲王的名号 因何而来 阿英咽下一口茶 他方才一听没这个姓就反应过来了 以前那没二郎口 中曾恶语相向 既他述出贫贱多挑剔 笑三三吃傻愚笨不堪用 不如都嫁了他没家 好好调教一番 做个支离法懂熟运的可人 硬是堵在永相公道里扯他们兄弟俩衣 长 应是不让通过 自以为会有水就能比肩天鹅 四条腿的丑东西也敢乱废 三三白眼冲天 哦 错了 应是三条腿了 本店当年断了他一条 三三如今想来悔不当初 就不应心存善念 断一条腿算轻了 全打断才算解 气 瞧着许氏腿扬好了 便想着法子 让他老子恶心本君来了 阿英笑着给兰湛 倒了杯凉茶 拍拍他手背 让他平平怒心 踢上臂下这块铁板 算是把他没家陪进去了 兰湛冷笑 一口喝掉玉人 而给他真的凉茶 随便乱废 还在他手里抢人 是嫌自己活得太自在了 当年玉人被 扯掉一片衣角 小舅子就当场断了那玉家二郎一条腿 玉家不依不饶地要抓人 还是 蓝湛潜人处理的 玉家见树出皇子 竟有蓝湿回护 便不敢再造次 只能断牙吞进肚子 李 该 三三气恼 梅花叼落了 爱因脱腮望着远处院子里 因错过季节 早春未绽开便已哭 结得一棵梅树 喃喃自语 席上其余三人 兼敏纯会心一笑 小提示 线体交针风学 是我低思设 大致是将稀有地坤独有的风韵气质都弱化 让寻 常人无法直接分辨出 是中庸还是昆泽 只有懂门道的人才清楚 算是稀有属性的地坤 生存的一个小妙招 爱因因一些原因 提前取了交针 后续会提到 时成时的显露出地坤独 有的气质 三三还一直疯着